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學習的是吉祥節變化 那我們現在一個60公分的長度 我們對折之後 這是吉祥節 我們先把吉祥節做出來再來變化 吉祥節 這邊往這邊拉 一個方向 再往後面拉 有一個方向 但是這個拉啊 不要去影響這個 不影響 好啦 那已經有沒有 1 2 3 4 4個方向 4個方向的話 我們開始來做我們的吉祥節 1 來壓這個O 壓O的時候是沒辦法卡字 O 3 3 我們看了卡字 3 回來要壓這個4 3 這卡字 3是這樣回來 去卡我們這個第4 4呢 就回川 回川 這是我們吉祥節 沒有寫到的朋友 可以在前面溫習 前面有四瓶 做好了以後我們這個 就是不能有扭線 像這個是過來這一邊的 所以這樣 這就沒有扭線的問題了 好 那我們吉祥節把它做出來啊 吉祥節還要再一次 才會完成吉祥節 那我們這邊再來 1 2 3 4 1 壓O 好 這個再順著來啊 平行 O 壓到這個3 3 壓到這個4 3壓4 4呢 穿回這個5 好 穿好以後我們就把 這尾翼 向外拉 向外拉 這個拉也是要對稱喔 不要就絞到的現象 對稱啊 這是吉祥節 做完吉祥節以後啊 我們就要 來做一個變化啦 那你看怎麼變化呢 以目前來講 是兩條線 穿過兩條線 穿過兩條線 那我們要穿過三條線 那三條線 一二兩條拉 這是第三條線 我們把它拉出來 穿過去 好 就 歸位 那這個兩條線 穿了三 看得到齁 那這個 這個方向已經做完了 順著來這個方向 它還是在 穿兩條 兩條穿兩條的線 所以我們要穿三條 這個撥開來 一二第三條撥開來 線 順著這個 撥開的這個大耳衣啊 穿過去 收回來 又是一個 二 來穿 一二三 三條的現象 那這個沒事啦 換 順下來 這個 這一個的話 它還是穿兩條 那我們要穿三條的話 必須要在這個第三條放大 放大了以後 然後我們拿來穿 穿過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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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這個穿好了 最後有一個也是 二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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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 拉出來 再把它 穿過去 穿好了 就把它退回去 那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就 這邊 就產生一個 穿三 每一條都穿到三 那這邊還是一個吉祥節 那繼續接下來 我們要給它做一個變化啦 那我們怎麼變化呢 我們要把 這個 耳翼啊 這個耳翼縮小 然後把 後面這個 小耳翼 放大 那我們來 怎麼來做呢 我們現在來 好 這個要縮小 就是它 進來 最下面 這個地方 右邊 這條線 它可以縮小 它把它縮小了 縮小的話 退掉呢 退掉就是它 後面 這個小耳翼 這個小耳翼 左邊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 放大出來 左邊 放大 抽出來 抽出來 我們再 調整一下 抽出來 好了 我們發現 這個 耳翼變成 一大一小了 大的 變成小了 小了變成大的 那同樣的 我們這個 一樣哈 來 走過來 好 剛才說的 要把它縮小 是它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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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左右邊 往下 最右邊 就是這一個 啦 你抽抽看 欸 下來了哈 那這個耳翼啊 變小了 跟下面差不多 然後 退出去的話 從 從這邊 退 是在這一邊 的 在這邊 退的 那我們把它退出來 欸 退出來了 那這個還太小 我們再 退一點 好 退一點 給它用 那變成這個樣子 啦 我們就完成一個 吉祥節的變化 好了 變成一個吉祥節的變化 蠻可愛的 這是一個吉祥節的變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